第八百三十三集 张叶的精神力量所到之处 阵法之力和星辰之力 顿时就被他牢牢控制住 青秋须终于变色 这些阵法之力和星辰之力 原本是他控制的 但张叶的精神力量一扫出来 立即就把控制权拿走 等于是从他手里直接夺走了这些力量 张叶此人 不但精神力量强横 而且他对星空之中的阵法和星辰之力的理解 也要远远地超过他 正是对阵法和星辰之力有着极深的理解 他才能够不借助任何的东西 就可以把两种力量硬生生地夺走 青秋须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 他知道绝不能给张叶时间 一定要在短时间之内把张叶轰杀掉 下 青秋须心中大吼 五千镇族之宝发出万丈光芒 控制着阵法之力和星辰之力 朝着张叶发起了恐怖无比的攻击 青秋须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那就是他一开始就控制了方圆十万里的阵法之力和星辰之力 张叶刚刚展开控制 他已经控制着阵法之力和星辰之力 对张叶发起了第一次攻击 方圆十万里的阵法之力和星辰之力 在青秋须的控制之下 形成一个星辰大小的力量球 疯狂地施展着 朝着张叶轰去 这是青秋须能够施展出来的最可怕的力量 强行凝聚出这个力量球 他的灵魂都受了伤 精神力量也瞬间消耗了三成之多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这个力量球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力量球所过之处 虚空为之崩溃 庞大的力量甚至扭曲了光线 虚空之中的光线 变成了一条条诡异的线条 显现出种种古怪的颜色 好像一支无形的笔 正在虚空之中作画 画出一幅极其抽象的图案 眼见这种恐怖的攻击 九尾天狐族的强者 邓师松了一口气 张叶虽然厉害 但也休想接下这么恐怖的攻击 而玉外天魔和象形天 这时候则是倒出一口冷气 暗暗地为张叶捏一把汗 从这一团力量球来看 青秋须已经发出了最强一击 张叶如果无法接下来 那就惨了 力量球蕴含的庞大力量 让它短时间之内 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期限 像是完全不用时间 一行程立即就轰到张叶身前十里之处 张叶脸色平静 嘴里低喝道 定 随着张叶的声音 力量球飞行的速度越来越慢 最终静止在张叶身前无理之处 力量球不断地旋转着 发出阵阵可怕的气息 但它再也无法前进一寸 因为张叶的精神力量 已经渗入到这团力量球里面 正在和青秋须 争夺着这个力量球的控制圈 力量球里面传来的振振怪响 就像是两头无形的怪兽 正在里面疯狂地对决 所有的强者都紧紧地盯着力量球 他们知道 现在张叶正在和青秋须争夺力量球 控制这团可怕的力量 谁能够控制这团力量球 谁就在这次战斗中 掌握了主动 张叶脸上一直都是平静之际 青秋须的脸色 却是慢慢变得猙獰起来 胜负之势已经渐渐分明 青秋须虽然有了五件阵足之宝 但在对决之中依然处于下风 青秋须感觉到 自己对力量球的控制权正在慢慢消失 心头惊骇之色 猛然一咬舌头 强行提升精神力量 提升控制力 嗯 张叶目光一闪 念头微微一动 蒙马骨香一族镇足之宝 轰天宝锤 突然间飞到了他的头顶 而轰天宝锤飞到的时候 张叶心念再次一动 昆鹏一族的镇足之宝 山河帝王印 也出现在他的头顶之上 有了两件镇足之宝的帮助 张叶对镇法之力和星辰之力的控制 猛然间提升了一件 庞大的精神力量 灌注到力量球里面 力量球里面发出阵阵的轰鸣 清秋须的控制力 就像是春天里的冰雪 正在快速地消融 清秋须私生大吼 但依然是无济于事 两个眨眼的时间里 力量球就已经被张叶控制住 不好 清秋须心头的骇然 猛然间后退 这团力量球现在已经被张叶所控制 张叶的下一个动作 肯定是把这团力量球塞到他的身前 然后让他爆炸 清秋须一边退 一边重新调来 镇法之力和星辰之力 在虚空之中布置出重重的拦截 清秋须已经够警惕了 但他依然低估了张叶的可怕 万分之一个眨眼的时间里 力量球已经被张叶送了过来 张叶的精神力量 强横得难以置信 一送之下 竟然突破了重重的力量 直接把力量球 送到了清秋须的身前 狠狠地撞了 张叶虽然控制了力量球 但他担心力量球炸开之后 会炸坏两座阵法 因此 他并没有让力量球爆炸 而是用来撞击 清秋须被撞飞 嘴角鲜血狂喷 力量球一动 又一次撞来 这张叶太厉害了 本天后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 等本天后实力提升之后 再找张叶算账也不迟 清秋须的心头狂震 他再也顾不上和张叶战斗了 猛然间调动阵法之力 想要施展出挪移之术 逃离出张叶的攻击范围 至于他的族人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张叶的声音突然传来 可笑 你走得了吗 虚空突然间变得凝固起来 平时可以轻松调动的阵法之力 这时候 就像铁一般的牢固 根本无法调动得了 清秋须心头惊骇 他知道 张叶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控制了这片虚空的阵法之力 从现在开始 这些阵法之力 只听从张叶的控制了 张叶 这是你逼我的 清秋须的心头一狠 狠狠地咬了一下舌头 再一次强行提升精神力量 想要引爆五件镇足之宝 拉张叶一起去死 自爆 没用的 清秋须猛然间灵魂一通 强行提升起来的精神力量 刹那间散去 五件镇足之宝上面的光芒 也变得暗淡起来 清秋须眼中露出一丝沮丧之色 他知道 自己的手段用尽 依然不是张叶的对手 今天 就是他的 云落之日 早知道张叶的精神力量 如此恐怖 我无论如何 也不跑过来惹他了 一同邻足 一同蛮荒 终究还是需要强大的实力 我的实力 还是不够强大呀 我会呀 这是清秋须的最后一个念头 恐怖的阵法之力 猛然间朝着他逼近 恐怖的力量 刹那间把清秋须挤成一团血肉 又把血肉挤成无数的粉尘 连灵魂都逃不出 野心勃勃的清秋须 就这么消失在星空中 九尾天狐族强者之中 实力最强大的 是清秋患 他也是最清醒的一个 见到清秋须被张也轰杀 清秋患浑身病了 低估张业了 我们整个九尾天狐族 都低估张业了 难道我们九尾天狐一族 也要像昆蓬族一样 所有的年轻辈 都要被斩杀 不不不 我们九尾天狐族 还有墨玉 墨玉还留存在九尾天狐族的地盘 他不会有事的 清秋患新年电转 第一时间发出一道消息 通知墨玉逃命 同时 他施展出精神秘技 趁着星空之中 力量狂全的时候 大喝道 逃 九尾天狐族的强者 如梦出现 各自把自己的力量 催发到极致 纷纷逃命 走 走得了吗 张叶平静的声音 突然响起 星空中的阵法之力 无声无息地卷起来 所有的九尾天狐族强者 都被阵法之力 牢牢地禁锢 想眨一下眼睛都不可能 阵法之力无情收缩 二十多个九尾天狐族强者 齐齐陨落 化成了二十多团血污 玉外天魔发出一声快笑 身躯化成一阵淡淡的烟雾 投入到血污之中 瞬间 就把二十多个九尾天狐族强者的血肉 和灵魂吞噬掉 这些九尾天狐族强者 修为虽然不高 但身上都有着一缕混沌之力 玉外天魔一口气吞噬之后 身躯之上 发出阵阵剧烈波动 他居然突破了 修为从法道三重初期 一举就提升到了法道三重中期 精神力量也是大有提升 提升到法道三重巅峰 张叶一举杀掉了九尾天狐族强者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朝着向星天说道 我出手迟了 让你损失了三位族人 张叶一次次吞服这丹药 精神力量早已经提升到 法道三重巅峰 但从法道三重巅峰 进阶到法道四重初期 却是非常困难 张叶费了好大的劲 总算在清秋须 快要大开杀戒的时候 把精神力量成功地提升到四重 一举扭转乾坤 虽然张叶一举把九尾天狐族除掉了 但蒙马古相在此战之中 也损失了三位族人 这个代价 算是不小了 像星天一挥像鼻子 秀道 取取三个族人算得了什么 这次如果没有你出手 我们这里的族人 大部分都要交待在这里 蒙马古相一族的强者 齐齐点头 欲外天魔这时候跑了过来 朝着张叶黑黑地吓道 恭喜主人 九尾天狐族年轻辈的强者被灭 主人你就是蛮荒星空的霸主了 不对不对 应该说你是整个蛮荒的霸主了 现在整个蛮荒世界 都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 张叶瞪了欲外天魔一眼 欲外天魔兴奋至极 居然无视张叶的目光 他喋喋不休地说道 现在邻族年轻辈之中 只剩下幽冥魂族的几个家伙了 把这几个家伙灭掉 整个蛮荒 还有谁敢和你作对 谁敢给你脸色看 你就把他们统统杀掉 主人 你现在是蛮荒之主了 龙凤灵三大至尊种族 办不到的事情 你办到了 相行天这时候也是十分兴奋 呵呵笑道 确实如此 老大 以你现在的实力 学着大士一统蛮荒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张叶摇摇头 你们也太小看蛮荒强者了 苍虹剑镇下着蛮荒的时候 整个蛮荒世界的法道强者 都是屈指可数 但苍虹剑离开之后 龙凤灵三大至尊种族 纷纷施展出大神通 唤醒后细的血脉 同时 蛮荒世界的气域 也随之大变 一个个的上古小世界出现 带来庞大的修炼资源和功法 苍虹剑离开短短二三十年 蛮荒世界之中 已经诞生了不少的法道尊者 这些法道尊者 都是厚积薄发之辈 战斗力不容小觑 张叶虽然精神力量达到法道四重 但 要一一镇压这些法道尊者 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情 这种事情张叶根本不愿意去做 修炼者最根本的东西 还是修为 就算是成了蛮荒之主 又有什么用 到了张叶这种地步 可以说 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 他根本不用争那个虚名 再说了 蛮荒世界虽然是一个大世界 法则已经残缺 张叶要想领悟到 更精微 更深奥的功法 就必须离开这里 所以 他完全没有在这里 称王称霸的心思 张叶的目光 摇摇地投向星空深处 缓缓地说道 蛮荒世界法则残缺 修炼者在这个世界之中 很难修炼到法道五成去 这个世界虽好 但却不是我被修炼者的 久居之地 我被修炼者 还需走出这个世界 追求更高的层次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